Hello 大家好 今次我為大家介紹的是 Leica 相機用的皮套 例如市面上通常用的 Leica 相機來說 通常是這部240 M10 Q 還有就是菲林機 主要是這幾款比較多朋友選擇 一般來說 買得到這個價錢的相機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保護 對於一部相機來說 是一個很基本的東西 現在我介紹這隻皮套 它是全人手製造的 是用意大利的真皮製造的 這個過程很嚴謹 因為失敗率比較高 其實會做得很細心 一般來說 大約要兩至三天才可以完成 這個設計皮套的設計師 其實它也是一個工匠 它自己對於Leica 的相機 是非常狂熱的Leica 粉絲 它設計的東西 比較上會就用家的想法去安排 所以設計出來的東西 比較是用家的粉絲 例如一般外面的皮套 例如換電池或是要換SD卡 是要拆掉皮套的 變成很不方便 而這個設計 本身可以直接換SD卡 以及換電池 很方便 不用擔心 因為裝裝拆拆 影響到皮套的形狀 變成有時會有些鬆 有些虛偽 沒有這個問題 還有一件事 就是在皮套的下面 其實這裡有一個洞 加上這顆螺絲 就可以直接用triboard 可以用進去 當你用三腳架的時候 是不需要再裝拆皮套 一般來說 可以常保持著 裝著皮套在這裡 對於一個相機來說 保護性會比較強 現在用240做例子 你現在這部機240 我們嘗試一下 首先要先插底蓋 插底蓋 然後把皮套裝進去 在裝皮套之前 跟我說一下皮套 這個鏈 看到它很快 彈回到圓形 即是原本的位置 裡面是用特別的物料做製 可以承托到皮套 這個位置是很適合的 先插底蓋 看到這些位置是很適合的 每一針一線都很細緻 萬一有其中一個位置做錯 就變成全工盡低 所以這個比較難做 弄完之後 在這裡 就算還未落螺絲 就這樣抖它 也不會掉了皮套出來 也會落得緊 如果抽出來 也要垂直 才能抽到 可以顯示到 可以顯示到 當你裝回螺絲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在這裡 可以拿1元銀 扭下去 不用太緊 之後 如果你想裝腳架 就這樣 就可以落到腳架 不需要再擦皮套 至於Q彈方面 其實都是一樣 Q彈 在這裡 因為它沒有底蓋 不需要拆這個 底蓋 直接落下去 也能看到 那個位置是很適合的 譬如說 純黑色 連線位都是黑色 很低調 但也很漂亮 這些位置 同樣也是 加上螺絲 很穩固 裝拆也是OK的 蓋子 現在說一下 一部M6 作為一部片機的示範 這部M6 裝上皮套 兩邊有八樓 先把它割開 先把它割開 放進去 這個位置便很適合 把兩個八樓位置 看到後面的ISO盤 也是 同樣也是 遮蓋得很好 有一點 觀察 這個位置 也是很適合 另外 在這裡 前面 一樣是有一個 握手的位置 令你開得更穩固 240 如果你說裝拆 裝拆電池 這個很方便 脫掉出來 裝SD卡 再放出來 也很方便 把電池放進去 完成 火星期間 就行了 又抵抹 這個感覺 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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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